- 菲律宾体育委员会3日发布消息称,该国第一位打入奥运会的乒乓球运动员伊拉尔巴,在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抗争一年,多后于二日晚在马尼拉去世,年仅23岁。 拉尔巴被菲律宾体育委员会称为菲律宾历史上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之一,他曾通过预选赛创进2016年里约奥运会乒乓球比赛,并担任菲律宾代表团在该届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棋手。 在结束奥运会征程后,他于2017年5月,被查出患有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因此告别球台。 拉尔巴从9岁开始练习乒乓球,小时候就经常代表校队和省队参加比赛。 在进入菲律宾国家队之后,拉尔巴逐渐展现出他在乒乓球上的天赋。 2014年世界团体锦标赛,他率领菲律宾对斩获第四小组冠军。 2016年拉尔巴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在中国香港举行的里约奥运会亚洲预选赛中,成功突围,成为菲律宾乒乓球历史上第一位登上奥运舞台的选手。 里约奥运开幕式上,拉尔巴还当选了菲律宾代表团的棋手。 2017年5月30日,世拼赛开战前夕,拉尔巴的家人向媒体透露,拉尔巴不幸查出患有血癌,不得不暂时中断乒乓生涯,接受治疗。 世拼赛期间,各国球员录制了为拉尔巴打气加油的视频。 许欣当时说道,加油,我们一直希望你早日康复,希望你能重返乒乓球赛场。 樊振东,希望你早日康复,期待你回到乒乓球赛场上。 拉尔巴随后进行了化疗和骨髓穿刺,全身照射和骨髓移植手术,国际拼联还发起爱心筹款活动。 在得知拉尔巴患病的消息后,T2亚太乒乓球联赛的全体队长和队员当时纷纷为拉尔巴献上祝福及支持,并捐赠5000美金,为他分担高昂的治疗费用。 韩国前国家队员,2004亚点奥运,单大金牌得主柳承敏代表韩国拼鞋及韩国国家队前往菲律宾探望拉尔巴,柳承敏带了鞋满韩国队员祝福与德国家队球衣,为拉尔巴打气,并转赠3000美金,为他分担高昂的治疗费用。 拉尔巴去世后,国际拼联在官方网站上传门沉痛哀悼,表达了对拉尔巴英年早逝的惋惜。 国际拼联写道,在与血矮斗争一年后,菲律宾选手拉尔巴不幸于9月2日去世,年仅23岁,拉尔巴是菲律宾拼坛首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李约奥运开幕时中,拉尔巴还是菲律宾代表团的棋手,2017年杜塞尔多夫式拼赛开赛前4天,拉尔巴不幸查出患有血癌,不得不退出比赛。 此前,国际拼联屡次出台新规则,来限制国拼的发展,很多国内球迷对国际拼联不太感冒,这次国际拼联的举动,赢得不少球迷的认可,北京时间体育频道影子前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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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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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